我們馬上來看現場情形 希望疫情可以儘快的結束 國際疫情的部分 登革熱新加坡今年的 疫情也是比較嚴重的 目前雖然已經略降大 是在流行期 累計病例數是歷年同期的最高 另外目前疫情還嚴重的是印尼 目前也是 2017和比2017跟2018年的同期都要高 遼國是處流行期 其他臨近國家是下降 所以在國內目前 近期在台灣社會上去因為也發現一例的 感染源大離親的本土病例 而且多次就醫 所以還是提醒民眾 不要覺得天氣變了 且在北部就沒有登革熱病例 還是要提高警覺就醫跟通報 那另外就是近期比較多腹瀉的病例 那在上週的群聚 腹瀉群聚還是相當的多 已經超過20起 那大部分目前檢驗陽性的個案 可以看到是藍色的部分就是懦弱病毒 所以近期的確是 還有懦弱病毒的這個流行 那這些群聚事件的大部分是 校園群聚而且 將近七成是在幼兒園 那全國的腹瀉門急診就診人次 上週是 已經開始有點下降 不過跟 前一陣子比還是偏高 那一個禮拜是有12萬 人次的這個 因為腹瀉的健保就診人次 那接著我們向大家報告類流感疫情 那類流感近期可以看到這個趨勢 紅色是急診 藍色是門診 可以看到在最近幾週都是持續 雖然是非常緩慢的 但是繼續在往上爬 那目前急診的就診病例百分比是7.2% 那算是持續緩慢上升 不過距離我們的流行預值 11%呢 其實還相差相當遠 而且跟 網林也是明顯的偏低 那整個就診人次們急診加起來呢 上個禮拜總共有35,840億人次 那較前一週比較呢是上升4.8%的百分點 那目前流感病發重症呢 近期是沒有確診的病發重症病例 那這邊比較跟 各位在follow上個禮拜狀況就是 0到6歲的小朋友 那在 上面這條線是淚流感 下面這條線是腹切 可以看到在這個6歲 學齡前的小朋友的淚流感的 這個狀況呢近期似乎是有流行的情形 那就仁仁次已經連續幾週是持續上升 那腹瀉跟上週比較是持平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年齡層的 小朋友呢發現大部分的 就感染的病原體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那可以看到近期的這個 養性健術呢是非常明顯的上升 那跟往年比是比較晚開始 流行但是目前的這個 高點已經高過前兩年的 這個 高峰了 那在社區合約實驗室的呼吸道病毒 分離情形也就是反映向的社區流行病毒 那近4週是以呼吸道 這是全年凌晨的 那但是還是以呼吸道融合病毒最多 那其次是腺病毒跟 單純抛檢病毒 好那國際的流感疫情呢 大家都還是處在低水平 就是剛爆雖然最近是 在國內也是 緩慢上升 但是其實距離流行預值都還是有一段距離 那至於剛提到的腸病毒呢 可以看到 往年大概是在 年底慢慢就往下 那今年是一直都是很低 那 目前大概在 這個10月份左右才開始 緩慢的上升 那目前一周是4000多例的 這個門級診就診 那雖然離流行預值還很遠 不過因為還持續在 緩慢上升 還是請家長跟 這個優托機構要特別注意 那國際的腸病毒呢 韓國 香港 新加坡 日本都是很低 不過 泰國跟中國的狀況 跟我們比較類似是有上升的情形 那未來一周的預測呢 登革熱呢 目前因為 還有群聚區在監測 且 桃園也還有展發病例 所以我們預期 還是可能有新增了本土病例的風險 那類流感近期氣溫明顯的變化 我們預 預測疫情會緩慢的上升 那腸病毒的部分一樣的 我們是預測疫情會持續 緩慢的上升 以上謝謝 好 謝謝